台新藝術獎五位得獎的藝術家中 藝術家袁廣明是台灣錄像藝術的先驅 2014年各展不舒適的明日 呈現當下政治還有生活環境中隱藏的崩壞與不安 像是紀錄太陽花學運的占領五六一小時 他拍下了學生占領立法院的景象 然後在後製成為沒有人的異常 搭配速度減得非常緩慢的國歌 激情的場景反而變得極度莊嚴冷靜 還有一件五分鐘的影像叫做七居如屍 他佈置了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客廳 接著將他突然炸毀 呼應不舒適的明日各展主題 這一部五分鐘的短片也讓袁廣明入圍了台北電影獎 跟各大明島角逐百萬首獎 坐上舒適的沙發 觀眾才要欣賞影片中夕陽邪照的悠閒客廳 一場突如其來的震爆 才恍然察覺這是個水中的場景 個人的創作基本上都是以反轉我們所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造成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製造一種新的一種觀看的一種現實 錄像作品七居如屍 袁廣明藉著影像呈現不安的美感 在2014年各展不舒適的明日中 他以各種奇觀場景 剖析當代社會入選2015台新藝術獎 他講不舒適的明日 我們好像每天過著好像很舒適 其實我們不知道我們隱藏的是多麼多的危機 原廣明以空拍視角俯瞰墾丁南灣的美麗沙灘 在度假人潮及陽傘的後方 是突兀的河山場反應爐 能量的風景 探討能量的正反意向 成為2015法國里陽雙年展的主視覺 更突顯河南在國際間的討論熱度 藝術創作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他就是透過藝術的一種突破 或者是一種表現 其實就是你的生命 就是你的生活 就是你的社會 就是你的環境 就是你的宇宙的這些問題 去把它讓更多人可以來 激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各展中也記錄了學生和社運人士 佔據立法院議場的畫面 宛如聖樂般的演奏曲 其實是慢版的國歌 其實我是在無意間發現 就是當我把國歌放慢一半的時候 好像從來沒聽過這麼好聽的國歌 這樣子 那它有點像聖樂 那立法院頓時因為國歌放慢一半 這樣的聖樂配進去的時候 立法院就好像教堂的感覺 它充滿了某一種崇高性 但是又充滿某一種犧牲 其實這一次對袁廣民來說 我覺得算是一個遲來的肯定 他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把一件事情談清楚 這也是非常精準的一個能力 就是我覺得他進入到一個比較深層的 探討人的存在狀態的 這樣的一個深度去回應 比如說核四 核災 三一一輔導 或者是像立法院佔領的這些場景 那我覺得這個是他受到肯定的部分 以影像技術的新美學 和對社會生命的反思 袁廣民透過風格化的作品 提出對現實與未來的質問 或者是像一個媒體 有一個是相反的 全身的民意 非常理解 很明色的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